主席 而我的基礎其實就是本條例 就由於北京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一樣 其實都是缺乏社會共識和基礎底下 在一片爭議聲之中是強行希望去定立的 主席 講到第一個原因正如剛才提及 如此類型的草案包括這條國歌法 或者港版國安法 甚至大家記憶猶新的 去年鬧得滿城風雨的逃犯條例 其實在程家本會審議之前 事實上並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共識 當特首林鄭月娥去年曾經口口聲聲 說她自己已經吸取了逃犯條例的教訓 而之後會細心聆聽市民的意見 事實是什麼呢主席 剛剛相反 我們見到的是當疫情剛剛好轉過來的時候 當社會彷彿因為疫情而有所緩和的時候 我們特區政府就急不及待 擁立李慧琼做內會主席 繼而急急地再次將本條例推上來 立法會恢復二讀 林鄭月娥口說的 還有她口說的這種聆聽 究竟是不是事實呢 究竟她有沒有吸取教訓呢 主席 以下我用一個例子 就是突顯到林鄭月娥的這種虛偽 東進第一個皇帝晉元帝司馬裔 當年是一個非常喜歡喝酒的人 在她登基之前她的好朋友 黃道其實已經經常勸她戒酒 到司馬裔真正登基做了皇帝之後 黃道再次勸她 講到哭了 司馬裔就突然說了 好 拿酒來 喝完杯酒之後就倒轉個杯 從此滴酒不沾 主席 一個古代專權的皇帝 都尚且願意聽取意見 知道一個管治者有所為有所不為 林鄭月娥口中的反省反思 她又什麼一回事呢 林鄭口中的吸取教訓 其實是不是嫌自己在過去幾年 特別是去年開始 做得不夠狠 做得不夠盡呢 主席 逃犯條例的經驗 告訴我們 即使特區政府能夠在立法會裡 拿得過半數的支持 香港人仍然是會揭盡所能 用自己的方法 包括走上街頭 表達自己的聲音 表達自己的不滿 但是最令香港人失望的 或者其實並不是特區政府 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 將議案強行推出 反而是特區政府一次又一次地 違反自己所作的承諾 一而再 再而三地 向廣大市民承諾會深切檢討 深刻反省 把口是這麼說 但是做出來的 反而就是一次又一次 當香港人報道 請你回到國歌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 主席 正如我剛才說 我是會慢慢鋪陳我的論點的 很清楚看得到 當特區政府 漠視香港人的意見的時候 用同樣的嘴臉去膚顯香港人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 去年在同樣的時候 來到六月之初 我們記得的是香港人 去年曾經以過百萬的人 上街表達訴求 但是特區政府充以不問 如此龐大的反對聲音 其實包括保皇黨在內 都必然清楚 來到今天可能因為疫情的原因 令香港人未必能夠 好像往年那樣 踴躍上街反對國歌條例 但是我相信任何眼睛 雪亮的人都清楚知道 保皇黨 就算你一次能夠贏得 你們主子的讚賞 但是你們自己是親自親手 將自己的聲譽 香港人對你的信任 一次這樣 一次這樣摧毀 而我想指出的第二個原因 其實是更加令人覺得 無奈和可悲的主席 就是特區政府和保皇黨 現時連程序公義都懶得做給香港人看 今次公民黨只有一條的修正案 是能夠提出的 而為什麼呢 是因為主席你以刪減條文影響立法 原意為由是拒絕了 拒絕批准 包括我在內 由公民黨議員提出的九條修正案 當然 主席你一如既往 並沒有給予我們詳細的理由 解釋我們公民黨提出刪減條文 如何影響立法原意 不過我想指出的是 我們如果仔細地看看 條例草案的主題和辯言 我們就會得出一個簡單 而有清晰的結論 國歌條例草案的目的 是有幾個的 包括列明奏唱國歌的意義 原則和教育香港市民尊重國歌和外護國家等等 我們先不要說是否同意上述的這幾個原因 但是我們不獲主席你批准提出的修正案 其實我以一個例子 例如侮辱行為的罪行 我們希望是刪減這條罰則 究竟道理上邏輯上 有沒有影響條例的主題和辯言呢 事實上是不會影響任何條文裏面 其他例如教育香港人尊重國歌 弘揚愛國精神的條文 因為如果其他議員 認為刪減罰則之後的條例草案的阻嚇力不足 其實大家是可以否決我們公民黨的修正案 而不需要由主席你拒絕批准我們提出相關的修正案 而我也都相信主席你會清楚記得的 在2018年11月22日 當時陳志全議員在本會動議一個議案 是促請政府給予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享有平等的權利 當時梁美芬議員就這條議案入了修正案 不過措辭就改成維護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這條這樣的改法何止影響陳志全議員議案的原意 簡直是將整個議案的意思180度改變了 但是當時同樣作為主席的你 仍然是批准梁美芬議員如此的修改 那就是為什麼呢 都不外乎三個字 而我希望說的是 來到第三個論點 就是國歌條例草案的第七條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侮辱行為的罪行這一條 我們公民黨認為這一條條文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正如其實剛才之前的幾位議員也都有提及 就國旗或者區旗而言 一個人仍然能夠客觀地指出何謂焚燒、毀損、圖滑、玷污、淺踏等等的行為 因為國旗是看得見、是抓得到的 而這些行為是有客觀的、清晰的標準 不過如果我們看一看國歌條例草案的第七括二條 當中提及任何人與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 積屬犯罪 而第七括八條就解釋的 侮辱就國歌而言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專業 主席 假設一位完全缺乏法律知識 只是擁有常識 或者對中文是有基本了解的人 去看一看這條條例 他必然會同意 其實相關的字眼是十分空泛的 究竟何謂侮辱國歌呢? 何謂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呢? 侮辱這個詞語其實是沒有客觀標準的 不如就這樣說主席 我們就以上個禮拜在本會發生的事情作為一個例子 當時主席李裁定有議員指 最佳主席李慧琼這七個字 是不容繼續展現在議會裏面 其實這個也是你一個主觀的判斷 楊岳橋議員 請你回來這個辯論 主席 我提醒你 主席的裁決是不容辯論 主席我其實不是在辯論中的 我是嘗試引這個作為一個例子 有問題的你可以在別的場合 主席 辯論當然要有例子 辯論當然要有鋪排 當然 你是一個專業的人士 你也都明白 我們的議事規則所講的 請你尊重你自己的專業好嗎 是啊 張超雄議員 主席 我想你指出 在哪條議事規則裏面講 主席的裁決是不容辯論的 第四十四條 請你不需要再糾纏在這裏 楊岳橋議員 不如這樣講 我只是引述這一個 為一個例子 我沒有辯論 我現在沒有為任何人要求爭取 再展現同樣的紙牌 不過 我想帶出的就是 侮辱兩個字 正正就反映了 可以是有不同的觀點 可以作出不同的結論 這個我相信 必然是主席所容許的 不是吧 而實際上是甚麼 這是令侮辱國歌 更加難以有客觀的標準去判斷 而更加可笑的是甚麼 用來協助你去理解條文字眼 第七個和八條 竟然是給你一個更加空泛 任由執法者判斷的解釋 你可以想像 在一個如此文明的議會裏面 尚且可以針對這七個字 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你如果將他放在一個現實生活 由不同的執法者 你要想想的主席 現在的執法者 他的智商 他的穴力 他的地位 都沒有主席你這麼崇高的時候 去判斷 何謂侮辱國歌 任由在街上這一批 我都無謂指他們在哪裡讀書出身的人 去判斷一個人有沒有侮辱國歌 主席你說何其危險啊 在議會裏面尚且都是圍繞這六十幾七十人 去針對一些字眼 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放著整個社會牽涉到七百萬人的權利 任由那三萬個警員去判斷的時候 主席難道你覺得這件事 是真的穩妥 真的安全嗎 而事實上最令人憂慮的 是會不會相關的判斷 往往是會以政治的立場作為一個基礎 執法者當然不需要告訴你 但如果在不同的場合 因為不同的政見的人不做出不同的事 而最終招致不同的結果 這件事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法治其中一個基本的重要的要求 就是要清晰簡單和異明 這個其實絕不難理解的 因為廣大的香港市民 不論他們的教育水平和背景 他們都需要知道活在香港社會 可以預見他什麼的行為 是會為自己招致法律上的承擔 而令人提心吊膽的是什麼呢 條例第七個胡七條 竟然容許特區政府有兩年的時間 去控告涉嫌侮辱國歌的人 當然保皇黨可能就會說 只要你無心侮辱國歌 這條條文是不會影響你的 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一件事 就是第一 第一 這條條文規範的是全香港的市民 而第二 就是相關條文有兇範的解釋權 去給予執法機構有極大的空間 去解釋市民的行為 而第三 這個兩年的時間 會不會就變成按他們的喜好 去解讀任何市民的行為呢 這一點其實只是充滿危機 令人充滿憂慮 而關於我修正案 要給本條例中的條文 只是受香港法例規管 並限指按照香港法例解釋 這兩個指字其實是異常重要的 當中包括執法的時候 必須只是使用香港法例去解釋去行事 以及只是引用香港法院的做法和案例去審訊和量刑 我們當然明白 其實在香港 在香港執法 當然應該按照香港的法例和量刑 但我們擔心的是什麼呢 有些你不說得那麼白 可能就會被人扭曲 特別是因為本條例是經過附件三引入香港的 相關的同樣的一個行為 會不會在深圳河以北有問題 而變成在香港都同等變成有問題呢 這些只是令我們憂慮的地方 這些正是為什麼我們在背後 是希望可以把媽媽是女人說得白一點 透過條文 只是加兩個指字 去保障未來日子香港人基本的權利 因為這樣不說白一點 我們就真是擔心那些最大財疏的執法人員 會不會就轉空子呢 這些其實是以保障市民的角度出發 而當中絕對沒有任何扭曲本條例原則 有些影響 所以如果把這麽明顯的事情都要反對的話 我真是不明白保障黨議員究竟在想什麼 所以主席 公民黨反對這條條例草案 我也希望靠法律去規管外國是絕無意義 本人僅此層次 郭家麒議員 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